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开始吧 这个肌肉的走向呢 就像这样后皮筋一样 是这样直接拉开的一条一条的这样的 能经过你的运动或工作呢 它就会打结或是粘连在一起 这个后皮筋时间长了也会自己粘连在一起 所以呢它就会呈现这种状态 需要我们去用通过按摩的手法 让肌肉恢复到原先的这种直的这种状态 这样的话血液气脉络都很容易这样通过 所以你会感觉到很轻松 好 今天由任教练和我们一起完成今天这场课程 大家好 在这个湿处准的这个肌肉上呢 做这种扭法 但一定不要摁住 还是我们的原则 不要在它的骨折上面做的动作 这样的话能够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的指腹呢 可以今天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肌肉比较疯度的地方 然后这样进行按压 先用按压的方法 按压下去以后再开始揉 慢慢的揉 速度不要快 也可以用两只手 一只手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用两只手 感觉到这个力量有没有渗透 在这个施术者的身体里面 这是一种揉法 打圈的方法 就顺时针 中阴上讲 这个顺时针就是 逆时针呢 就是这个蟹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的话 就是你在运动完了以后 还是顺时针的 给它做打圈的方法 然后顺着肌肉 我们现在是顺着两个竖直肌这样 顺着肌肉这样 慢慢的进行一些揉法 感觉它的肌肉呢 会不会是这样的条状 如果有打结的地方 记住 一定多做几下动作 把它的打结的地方 再揉开 然后就是依照这种原理呢 我们有一些位置啊 是你指腹就可以完成的 但有一些位置是用掌根 撑住自己的身体 这样掌根慢慢的去给它揉 因为掌根的这个面积呢 比较大 按上去对方会比较舒服 所以这两种方法呢 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在大片的肌肉上 你可以这样按 如果在小片的这样肌肉上呢 你这样按下去 就会非常难受了 所以你就开始用这种指腹 在小肌肉上 原理是一样的 去做这样打圈的方法 去做这个动作 对方呢 会比较舒服 也可以采用两只手叠加 如果对方的体型比较大 那我们一只手按下去呢 那感觉不到 那就可以用两只手叠加 进行揉 这个时候揉啊 就像这个功夫一样 要腰马合一 从腰部传导这个力量 把重心压在对方身上 然后一点点的这样进行揉动 但是不要猛地这样压下去 也不要很快地这样 太快了 对方的心脏也会受不了 然后你猛地这样压下去 对方的心里 总是有一种太胖的感觉 不要 要给他一种踏实的 稳 要稳的这种状态 好 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揉下去 大家呢 可以在家里面进行一些练习 好 今天这堂歌主要是教了大家的 指腹的揉法和掌根的揉法 那我们把位置呢 再跟大家详细地说一下 你看在指腹这个位置啊 有这个 这个 很多的肉 痘 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进行 压 点压 然后再揉 不要用这个指尖 这样的话 压下去因为有指甲 疼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平时练习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指腹 压下去自己的胳膊上面 再开始打圈 啊 可以从上往下 一点点挪动 然后一点点这样挪动 打圈 这个是指腹 如果你要觉得一只手 不够力量的话 可以用两个手叠加 叠加在一起 大家看这样叠加在一起 然后这样压下去 啊 压下去以后再开始揉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到你的 腰部的力量 另外呢 我们说的是这个掌根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区域 需要 小鱼记和大鱼记啊 这这两个区域一起 压在这个 大的这个肌肉上面 然后开始揉 一只手 如果觉得力量不够 对方体型比较大 可以两只手一样的 叠加在一起 主要呢 就是让那个力量 直接能渗透进去 这样叠加在一起啊 叠加位置不要偏 不要 放在咱们的这个 指尖上面 一定要是两个 要叠加在一起 这样的话力量可以进去啊 就跟这个打功夫一样 另外这堂课呢 我想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因为下堂课 会给大家介绍 波金的这种手法 那么这堂课呢 希望大家找一个 什么比较简单的工具 例如说打火机 我们用四个指头 交叉 啊 用四个指头交叉 做这个动作 然后把这个打火机呢 向内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然后这样固定住 最后的小拇指 一定是顶在外面 啊 然后两个食指呢 固定 然后中指和无名指 一定要接触到 然后用我们的大拇指 开始像打火 要给别人体验一样 这样的方法 一下 两下 三下 感受这种波金的这种动作 然后来回来回 两个手就可以 一直这样做动作 今天这档课就先到这里 大家再见 如果想看更多的视频的话 可以去功夫者官方网站 如果想和更多的功夫爱好者交流的话 可以去功夫者QQ群 读者总作 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微博上呢 有更多的知识为您奉上